我應該要以那個小黃文來做解釋 12點半 等一下 看一下 半瓶庫朗讀計畫 是每個禮拜都會有嗎 沒有要看他們有沒有投稿 有人投稿有人投稿就來念 OK 這叫什麼 半瓶庫朗讀計畫02之對中大型智慧套新奇恋愛的心情是否搞錯了什麼 What 你們這很煩為什麼一天到晚就 第二次的使用文 什麼今天竟然這麼早 會嗎 因為今天的主題 因為今天的主題本身沒有特別多 所以 而且 好啦我覺得到12點半好像還算是健康的結束 的那個 很健康 9點半開始12點半結束還好啦 三個鐘頭 三個鐘頭 OK 下禮拜就是復仇者聯盟 因為沒有沒有明天還有事情 明天還要去 明天要去拍 拍東西 對 我是說那個意思是下禮拜的主題會比較 會比較豐富嗎 我也不知道耶 那個 反正都一些見招拆招了 對啊 因為搞不好你的主題反而變得比較單一 因為 對 當復仇者聯盟要上的時候其他電影全部自動讓 讓位 對 沒錯 所以為什麼這兩個禮拜這麼多片一次要上 這禮拜就一次上20部了 有嗎 我沒特別注意 有20部耶 超狗的 對啊 台灣每個禮拜都會贏戰 每個禮拜都贏戰 好 好 看一下 好 忍耐一下 前情提要 這個不需要 老樹男買了 這個是要享受 哇 操 好 三行說完前情提要 一 老樹男買了三個滋味套 二 第二天就把滋味套幹穿了 三氣到不行 OK 好 Alright 所以他他有 這有續集 你知道 他有續集 對啊 是那個上禮拜 就是上禮拜的那個三個那個 小圓滋味套的那個 的後續 就真的是 切而不捨然後又再買了 真的是非常不得了 你知道 滋味套宇宙 滋味套 好 還有圖耶 還附圖 等一下 OK 好的 前一陣子 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前往台北 在一個阿宅朋友家借宿一晚 這位朋友的電腦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美少女和鋼彈模型 這種滿是宅務的房間 對我這個動漫宅來說 如同斑馬身在草原般 是個令人安心的地方 欸你這個鋪成是讓他小啊 如同斑馬身在草原般是什麼鬼啊 好吧 好違和 就意思是說他去了那個 他很很Casual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這種這種滿是宅務的地方我覺得會很有壓力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樣 雖然我還蠻喜歡去逛地下街的 但是我每次去看到那個地下街的那些那個公 的那些什麼 呃那些GK啊那些公仔啊然後跟那個美少女模型啊然後 我我都沒有勇氣把它買下來 為什麼 蛤 因為我覺得 我有點不太能夠接受自己擺那麼多東西雖然我不是我不是沒有買啦 雖然我 但是好像我只買了一兩樣東西而已 只買了一個 聽說好像不能拆封拆封會變直 對所以這個我也忍了很久才拆 但是他也是景品啊 所以好 OK 好啦算了我這個宅男 可惡 沒有我就是自己又有一種那個壓迫感 天啊這個東西如果買很多擺在家裡面大家應該覺得很糟糕吧 就是我那個什麼人家跑到 人家跑來我我家裡面的時候那個什麼看到這東西應該不會暫序 你知道 我覺得還好 還好啊我後可是我後來我很喜歡鋼彈模型啊所以我有那個 你看我後面有史萊姆啊 然後還有那個千年銀 好 繼續 他坐在電腦桌前 一邊瀏覽網頁 一邊和我聊起最近的動漫話 突然 我發現在他眼 我發現在他滑鼠旁邊的馬克杯裡 竟然放著一個自衛套 等一下他為什麼要放在馬克杯裡面聽起來有點噁心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放在喝的東西的杯子裡面 真煩 因為我自己也是愛用戶所以並不會想嘲笑他 反倒是想跟他交流 你那款好用嗎 內部是什麼構造 外包裝還留著嗎 這個 你應該不會跟男生聊這個吧 覺得有點噁心 但我擔心這太過隱私的問題可能會傷害到他所以假 繼續假裝沒看到 原來沒有跟他講 不過為什麼他要放在馬克杯裡 對我也是這樣想的啊 這問題一直懸在我心中為無解 回正題 自從小弟弟不小心變成異形破胸體之後 另外兩個也幹穿了 後面另外兩隻也被幹穿 OK 反省的結果是這種款式太小 放屁 沒辦法勞惡太大 那些本體都 之後都被我撿碎丟掉 只有盒子一直留到現在 但是我一次之後就難以忘記那高 刮燒小弟弟的甜蜜刺激 與柔嫩的包覆感 於是我開始搜尋 台灣的情趣玩具網站 天哪這誤入歧途真的還蠻嚴重 一不找還好 一找之後 彷彿發現新大陸 就像小朋友在那罐 王具反抖城般 過往看Tanga的外型太過機能性 所以勾不起興趣 但那肉靈芝 但那肉靈芝 栩栩如生的花瓣 與疊踏起伏的內裏 這個字是念疊踏吧 疊踏起伏的內裏 深深吸引著我 仔細研讀他人的開箱文語感想後 才發現情趣玩具真是博大精深 我不否認 雖然最想要的是上萬元的女人情趣娃娃 但那價格真的難以下手 且不易藏膩 而根據網友分享 飛機杯只是強化手銀效果 不夠逼近做愛的感覺 總覺得有點悲哀 就是沒有做過愛吧 好可憐喔 所以 我決定試試有女性臀部外型的 二血式中大型自衛套 這種尺寸就不會有幹穿的問題了 而且還有後門可走 玩法多變 價格三圈左右 還能重複使用 用較 比較傳播妹更高CP值 低風險 OK 好 喔 中大型自衛套 過來人 蛤 什麼過來人 你是 誰是過來人啊 我是說寫這文章的 喔好 感覺上經驗很豐富 怎麼還可以拿這些去做比較 太厲害了吧 對呀 獲送到了父親超商 我特地早點下班趕回去 哎呀早點下班 信中 獨過家人耳目 拆封洗禁關門戶 首先欣賞 這個翹臀外型真可愛 雙手捧擊的重量展也很有份量 我放到桌子上 迫不及待的 圖上潤滑翼 提槍進攻 太快了 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那個 這是外包裝啊 又 又戶 然後還有什麼 有圖嗎 喔是一個屁股的樣子 喔 2.7公斤然後有兩個洞 所以 有屁股也有那邊 等一下第3個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是 喔 喔 OK 好 提槍進攻以後 提供 提槍進攻以後 好清晰的顆粒感 柔軟度也恰到好處 我按耐不住欲望 開始前後活塞運動 原來是這種感覺 這就是愛愛的感覺 跟魏魏完全不同 不是用手去刺激自己 而是頂著肉棒撐開並挺進嫩穴 這種衝鋒陷陣 乘風破浪的狂飆感 征服感 躍動感 簡直筆墨難以形容 陳風破浪 你好會寫喔 如果我是武林高手 乘風破浪 如果我是武林高手 這時應該會領悟出什麼絕世武功 我決定取名叫 靈蛇探穴 我靠北 靈蛇探穴 你邊 麻的 好吧 真是有夠陶醉的 我以自己覺得舒適的節奏來活塞運動 這種手抓得到臀部 罐不能撞到臀肉的感覺 簡直是用全身在愛愛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間 達到奮不顧身 得以忘形 萬法皈依的境界 給我一根肉棒和一個支點 我可以推動地球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結果 不小心 屌滑出了小穴 節奏停不下 就這麼直挺挺的撞到桌子 哎呀這頂感覺起來真的很痛啊 屌打 屌打 我忍不住叫出來 真的好痛啊 差點縮氧入腹 我靠 好吧 這是成呂嗎 這是成呂 成呂 縮氧 縮氧入腹 太屌了吧 總之 在這前所未有的新感覺下 我很快就繳械了 而這極為逼近愛愛的過程 讓我有種脫離處男的錯覺 有一種脫離處男的時候 你還是個處男 媽的 感覺鏡頭面對女性 我能更有自信了 我也是個男人啦 因為我有用過這個中大型自衛套 OK 甚至事後 在浴室裡清洗時 我忍不住這個 什麼 我忍不住對著臀部 掀起戀愛的感覺 清洗的手勢變得相當溫柔 就在那邊 重驚搖滾雙面而克勞薩大人 說得對 女人只要下半身就夠了 好不政治正確的一句話 你這個大男人主義者 天啊 所以才會有那個魚 魚人道 未來遇到身在無人島 兩隻人魚給你選的難題 我以後都只會選 下半身是女人那邊 然後這就是他剛才為什麼要出這圖的原因 對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 要有下半身的魚呢 還是有上半身的那個 下半身的魚 可是我覺得這樣講好像也不太對 對啊 你應該 我還是會選 有人的臉的那一隻吧 這有點可怕 好吧 好吧 他已經結束了 後日談 後來使用中大型自衛套反而變成我的運動 只要控制節奏 我現在可以扭腰超過一個小時 原本突出的腹部 現在還是有不少脂肪 幹那你講什麼 媽的 我本來以為你要講那個 原本突出的腹部 現在已經沒脂肪 不是啊 對 好 但底下已經多出了硬硬的腹肌 而那讓我愛戀不已的中大型自衛套 後來還是壞掉 靠北 而且那個型號在日本也已經停產 讓我有一種情人已死的惆悵 日後再買其他款式 都沒有這個最初使用的好 奉勸大家乖乖前後圖刺就好 不要沒事把零蛇探穴 變化成八方點穴 滴水能穿石 滴水能穿石 槓桿原理之下 肉棒也能切開矽膠 題外話 我曾看過網友討論藏匿自衛套的問題 他說自己一個人在家在外面住 所以把中大型自衛套大大大放在桌上風乾 有一天下班回家發現他養急娃娃在幹的自衛套 靠北 跟狗一起使用這個 我的媽呀 天啊 我的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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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俠出來了 他說有人也可以用嘴巴 對啊 是啊我也想要選有人的好不好 這樣子不行吧 天啊 好吧 OK 今天小黃文比較學術 我覺得 好學術 使用報告 對 好啦不過那個誰 投稿者跟那個上個禮拜是同一個人 然後他說 根據他的說法他說下個禮拜就會有什麼 就是寫青色文學 對就是不是幹自衛套 也就是他終於變成了 終於終於 終於有講座外的事情 終於不是自衛的事情 哇 好啦 他已經進級了 OK 這個人署名叫做防氏文雄 OK 防氏文雄 對他要我 他應該是 他裡面對話就說 你又請教我防氏文雄 OK好 防氏文雄 OK 好啦 這就是防氏文雄寫的第二篇文章 這樣子 OK 哪裡學術啊 你不覺得這就是試用報告嗎 然後試用報告他跟你講說你要小心啊不然你會所養入父啊 對不對 好強喔 我就覺得這可以把這個當武俠武俠來寫 破劍式之類的東西 OK 防氏文雄都在講話 謝謝祝大OK 好啦 好吧 那個什麼 期待你下個禮拜寫作愛的文 不然念小環文這個東西基本上只有荒謬而已你就感覺不到 不過話說回來叫我念好像也不是也不會有什麼感也不會有什麼性感的東西 不會有什麼香焰刺激的東西 不會吧 我只是變得很像廣告的 變得很 對啊為什麼不要叫我念業配文嘛 感覺起來就很業配你知道嗎 你都已經寫了品牌然後幹嘛了真是 好啦 我為什麼念小環文讓那個赫斯提拉出現 真是有沒有糟糕 如生鳥 好吧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集 或者是收看 下禮拜 下禮拜復仇者聯盟 然後 然後大俠今天還沒有時間上線 我看他下禮拜再那個 下禮拜再講他去日本玩的那個 經歷 還有那個拍廣告 對拍廣告的經歷 是的 對 對 Alright OK 那我拍廣告不是說那個可以請法蘭克上來聽聽 明天我再問他吧我明天應該會見到他 對因為啊對應該順便幫法蘭克宣傳一下就是 最近每個禮拜五啊新建科幻 他還蠻嗨的對然後這個禮拜輪到法蘭克 對就是所以明天晚上 也是一樣台大新建科幻社 你可以去聽那個法蘭克的 演講然後我應該沒有意外的話我應該也會帶我東西去直接幫他做實況 所以你們應該 如果你們沒辦法過去的話應該也是看得到了 OK 你的沒念啊 等一下等一下 你念你給我什麼 等一下 郭偉藝 我看一下 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東西這樣很麻煩 你知道 大家都想要 透過 透過你 好好好 好啦這個 我再補一個 郭偉藝來一個那個廣告 好 每日健康 好啦我為了你們每日的健康OK 好的 我這應該是要用那個購物台的那個恐懼的語言來跟你們講話吧 又在那個我本來都已經在說不對不起 我已經本來就已經要再 要結束了突然現在要再唸這一個真實 OK 這個標題叫什麼 常常自己來容易不局與早洩 國民健康署駁 只會影響一件事 OK 每日健康 OK 所以要念哪一段 沒有啊就可能要全都要念 是吧 OK 在老一輩的思想裡 左那檔時 總是避而不談 的禁忌話題 但現代人思想開明 已經能在公開場合討論這件事 因此我們更應該用健康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的是男性自衛這件事 網路上瘋傳啊 男性時常自己來 會導致早洩 男性自衛次數過多 恐怕導致不孕 究竟此說法是否屬實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 好男性過度自衛的迷思大破解 根據根據 為什麼有兩個根據啊 根據根據國民健康署青少年 網站資料顯示 一般來說進入青春期之後 18到25歲是男性性於高漲的時期 為了疏解不適 大部分的男性都會使用自衛的方式清理 喔 處理喔 對不起 也導致男性之間經常流傳了一些關於自衛的迷思 例如 男性自衛過度可能導致不舉有早洩 男性自衛次數過多 恐怕導致不孕 男性自衛有愛健康 可能造成睪丸癌 攝護腺肥大的風險增加 自衛會讓盛虧 吊髮 禿頭找上門 實際上 OK 實際上這些其實都沒有強烈的科學根據 自衛只會影響一件事 自衛會影響的是下一次射出的金子數量 但並不會降低金子的活動力 而受孕的機會是看金子的活動力和品質 並不會因為過度滋味而導致不孕 OK 這篇文章你喜歡嗎 幹 進廣告了 媽的 受孕的機會是看金子的活動力和品質 並不會因此過度滋味而導致不孕 而男性禿頭問題大多是因為 男性荷爾蒙搞固酮過於旺盛 導致產生雄性突發 男性荷爾蒙可能激發男生的性欲望 而導致自衛次數增加 但是 但自衛與禿頭之間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OK 他的意思是說男性荷爾蒙會增加男性的性欲 然後導致自衛次數增加 但是他的意思也同時在講說 你的男性荷爾蒙過高的話可能會導致你禿頭 也就是說呢 這有 變成一種影射 這就是說禿頭的人是不是性欲非常強盛 是這樣子嗎 碧凱建長原來也是猛男啊 教授 教授你不可以這樣子 難怪日本的AV很多都是禿頭老先生 這麼說那個什麼日本的那個大名要把頭塗 剃成那個樣子是不是要彰顯自己的那個性能力非常旺 不是啦 沒有根據這個什麼 之前的看法是說法是因為那個鋼龜啊 他 戴在頭髮上面 這樣是麻煩 他是不要頭剃一圈啊 趕快可以直接match在他頭上 OK 總結 適度自衛能夠幫助體內排除細菌 不錯啊 好會 避免精液中的礦物質沉澱 真的假的 有助於減少攝護線結石 攝護線肥大的風險 真的嗎自衛他 自衛可以減少攝護線肥大的風險 自衛其實是正康姐健常 健康的生理現象 千萬不要聽信迷思的牌就這樣活動喔 大家來自衛吧 大家來打槍吧 好吧 下次直播 教授不能走出去只能自己來 所以 不是喔對 可是教授只是不能夠 他只是癱瘓而已 他的手還是可以動 手還是可以動 沒有我跟你講 教授要是邪惡的話 你知道嗎 就會發生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他可以 控制 他可以控制人 所以呢 他只要控制某個女生來 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可以在心靈裡面 這是自由的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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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現場有醫學背景的人在現場 你要不要對這件事情發表一些意見 我覺得有些可能 不完全對啦 對啊 你覺得 所以你認為他講的是對的 沒有就是 就是可能 不完全對啦 不完全對 像什麼 脫頭代表心欲強 還是什麼 這個 不完全 不完全根據 對 那 不是 那智慧可以減少 那個結石 這些事情 多喝水 多喝水 喔 好吧 少吃 就是可能 就是 少喝一些 酒啊 什麼 排除體內細菌 好啦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 也沒有 他這個其實是非常 非常狡詐的一個說法 為什麼 因為你的身體 你的任何 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 都有細菌 你沒有說也是排除細菌 他沒有說不好 但不好 對 所以他排除體內細菌 就是因為你的精液裡面 本來就含有那個什麼 菌類 所以就 所以是排除細菌 他沒有說錯 我覺得他這句話很 雞歪 你知道 避免精液中的礦物質 廢話你就射出來 裡面當然沒礦物質 是嗎 節食喔 對有助於減少 攝護腺節食 攝護腺肥大 所以 是因為你 是因為礦物質的關係 才會讓攝護腺肥大嗎 不一定 是 就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 啊 對 可能就會有 就是一些 尿不出來 對 像我是 大概五十幾歲 五十幾歲 上次有看過 AV男優喝西瓜汁 射精量會超很多 好吧 好吧 聽說多吃水果 我們12點58分的時候那個什麼現在的話題已經到達智慧那個什麼可以幫助體內排除細菌 好耶 好啦 郭伟毅希望你能夠 希望你 高興 我不知道這個 因為你知道我在唸這個東西的時候我自己一直都不覺得很好笑 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是 所以你們 喜歡這個東西嗎 我不知道 對 對 對 好啦你們喜歡就好了 所以 能夠讓你們博君一燦也好 但是我一直都覺得這件事情我還蠻寂寞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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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笑到 所以 所以 我就是我自己本身覺得還好啊 對啊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 OK OK 好啦 OK 好啦 12點50 欸我們撐到一點 多念一段故事撐到一點 這樣子 這算 算是很早 算很早 不要太晚睡 對 對我跟妳講我這幾天全部都不小心弄到凌晨才睡著 對 所以為什麼那個 星際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那個什麼有很多人反反應不佳然後讓我心中很難過因為 我是搞到凌晨 搞到凌晨然後那個什麼還沒有 還還要還要接受大家的那個辱罵 就 巴哈不是 心裡面真差 巴哈車反應很好 巴哈反應很好嗎我覺得沒有巴哈那邊其實是比較兩極 其實我覺得不管去哪都是都是兩極反應 就是 就是 所以我才說我是一個罪人 你知道 挑戰場 就是 就是一個我把這東西丟出來結果他們兩個人就 兩方人馬就吵起來 昨天實況F人是誰是我 對我昨天也是四五點水 拜託 對 半夜嗎 那是睡不著啊 好啦OK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好啦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晚上一點 現場 對 晚安 拜拜 拜拜 各位觀眾晚安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從小鮮站在湖外邊 還有許多小朋友 小姐相愛又強烈 這裡的人情最溫暖 小姐 小姐 怎麼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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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